为什么不加入军用匕首,以后会加入吗? 其实这个问题的背后是整个吃鸡的难言之隐 原因一,吃鸡近战武器太弱 除了平底锅,现在的几个近战武器存在感都很低 而平底锅出场率高还是因为它的特殊机制 并不是因为它本身有多厉害 从中就可以看出近战武器的弱势 最高的平底锅伤害只有80点,其他的都只有60 就算不穿防弹衣都不能一击必杀 如果敌人一身护甲,近战武器想击杀人难于登天 即使加入匕首也不可能强势 否则其他近战武器就可以删除了 这是吃鸡的难言之隐 原因二,武器防具太多太强 近战武器弱也就罢了 吃鸡还能带两把主武器一把副武器 而且这些武器还超级厉害 防具就更不用说了 三级头和甲都能减免55%的伤害 这场近战武器根本没有用物之地 即使上线匕首也是一样的 原因三,匕首攻击距离太短 即使把匕首设置成一击必杀也很难尝试 因为他的攻击距离太短了 但这样的匕首在特殊情况下可以用 例如在房屋内拐弯处 肯定会比其他近战武器厉害 那么以后可能加入吗 小伙认为可能 不过肯定要加入近战一击必杀的机制 否则还不如不上线 小伙伴们,你们认为呢?